微软在上周确认了微软模拟飞行Xbox版本的信息 计划将于7月27日正式发售 在本周早些时候的Xbox E3加场直播 以及微软模拟飞行官方的Twitch直播中 项目负责人York Newman 透露了有关Xbox版的更多信息 现在屏幕上列出了这些信息 由于游戏内容上 Xbox版和PC版将会保持一致 所以很多新的内容也会同步更新到PC版本中 已经满足的飞行员们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一键三连 嗯?你还在? 那好 接下来大波胡会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报道 首先是Xbox版本的详情 其实很多内容 微软 Asobo等相关方面 在过去都有透露或确认过 不过从上期新闻视频的反馈来看 很多飞行员朋友们还有一些困惑 除了开篇提到的直播节目外 微软模拟飞行官方也贴出了一份FAQ问答 详细解释了很多内容 结合多方情报 大波胡总结如下 游戏确认包含在Xbox Game Pass中 7月27日当天即可下载畅玩 游戏仅支持Xbox Series X和S 不支持上一代Xbox One 在Series X主机上支持4K分辨率 基础帧率30FPS 如果连接的屏幕支持动态刷新率 可解锁更高的帧率 大波胡预测 Xbox版默认的画质将会是PC版的高档画质 在PC版上尝试过超高Ultra画质的飞行员们 都知道那堪比次时代显卡危机 游戏内商店和微软商店购买的PC版 共享购买信息 但Steam版则不会同步 顺便一提 驾驶A320几乎必装的A32NX插件 现在已经进入了游戏内商店中 在免费专区可以快速找到 多人模式和PC版共享 微软商店版和Steam版上的飞行员 都可以和Xbox玩家在同一片蓝天翱翔 最后是关于第三方硬件 熟悉Xbox第三方手柄限制的玩家们 应该不会陌生 摇杆、油门等专门硬件 需要微软官方认证 方可在Xbox上使用 目前已经认证或确认认证的硬件包括 Trust Master T-Flight系列 Hori Holtus Honing Calm系列 Turtle Beach Volacity 1 当然了 日后会有更多的认证硬件 游戏内容上 Xbox版和PC版将会保持一致 所以很多新的内容也会同步更新到PC版中 结合多方情报 即将更新到模拟器中的新内容如下 主赛单和世界地图将会翻新 除了更适合手柄操作之外 世界地图还将会更新为卫星地图 当前版本中远距离时确实是卫星地图 但放大之后就变成了简单的线条 即将到来的更新就是针对这一点 另外放大后也会有更多的城市地标等标记 其实这样就很像B应地图了呀 这毕竟是微软家的 当然要提B应了呀 新增探索飞行栏目 虽然全新的微软模拟飞行还原了整个地球 可谓奇迹 但初次接触的玩家多半会找不到北 不知道该去哪 这一全新的栏目就是针对这一问题 通过固定的航线带领大家游览各地名胜 最初将会包括10个固定的航线 已经确认的有 珠穆朗玛峰 埃及金字塔 波拉波拉岛 意大利纳布勒斯 美国纽约 巴西里约热内卢 目前有8个基础教程 在日后会扩展到22个 每个更新后的教程将会更短 着重讲解某一项飞行要点或技巧 同时还会有全新的评分系统 对你的表现进行评价 AI飞行员功能也会得到更新 目前模拟器中的该功能非常有限 仅可以帮助你起飞 着陆 更新后的AI飞行员系统中 玩家会有更多的控制选项 比如直接指挥AI飞往特定的地标或者机场 失速时自动改出 另外也允许在任意地点进行着陆 不过地球70%是水面 为了支持随意着陆功能 默认的小飞机将会支持附加的福桶 以允许在水上降落 另外还会有滑板 方便应对雪地场景 在上期新闻视频中 大波胡提到了全新的 着陆时的水花、尘土等特效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着陆特效得到确认 客机着陆时轮胎冒烟特效 《壮志陵云》主题DLC将会在今年秋季免费上线 在之前的预购片中 除了FA-18超级大黄蜂以及航母之外 细心的朋友们还发现了另一架神秘的飞机 York确认了这一飞机的存在 但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 《预知详情》还请观赏全新的《壮志陵云》电影 另外FA-18超级大黄蜂能达到1.8马赫超音速飞行 但现在模拟器还不支持超音速相关的物理模拟 不过目前确认未来会突破这一限制 最后是世界更新的消息 目前确认今年还会有两次世界更新 明年计划会有六个 今年的下一次世界更新已经确认 是德国、奥地利、瑞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 为了庆祝德国的更新 阿索布官方将会推出一架全新的飞机 享有儒克老姑妈之称的JU-52 二战前 当时的民国政府和德国有着深入的合作 JU-52是当时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的主力机种 西岩事变时前去营救蒋介石的正是该款飞机 同时 由于该款飞机异常的坚固 也是二战时纳粹德军的主力运输机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 收藏哦 也欢迎分享给各位身边的模拟飞行爱好者 有关更多模拟飞行和民航业相关的视频 请见视频简介区的播放列表 或者访问飞行员大波湖官方主页 Fly.dbh.one 最后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